如果它沒有什麼特色 我到底來拍拉麵幹嘛 這怎麼是這個口味 我嚇到欸 我跟你說 千萬不能在家店說 它的雞肉是紓肥 因為這真的不是紓肥 這一個雞肉用的是我們台灣最好的貴丁雞 它用貴丁雞去做私事熟成 這太好吃了 這是我台灣現在吃到最好吃的 是不是 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拉麵 隨著時代的變遷 10年前的我們哪想得到在台北市區內 就可以體驗來自日本獨特美味的傳統風貌 今天跟著我們在喧鬧的台北市區 來體驗來自日本的手藝 歡迎收看漢濤天下 2024年我們台灣的地震挺多的 可是你們記不記得在2011年的3月11號 日本的地震比我們來的嚴重更多 可是每當這個地震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台灣跟日本一些友好的畫面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一間拉麵店 這裡的主廚就是當時的地震的壽宅 但是他把這一份我們台灣對日本的一些協助跟幫忙 都把它記在自己的心裡面 13年後他想要把這個手藝帶來台灣 所以就成就了這家店 這家店非常有趣 他等於把日本的足地市場的一個風貌 小小的把它的移植到這邊 我們進來到這一個空間 你看你會感覺這個地板好像是濕的 其實不是 它是特殊處理過地板都是乾的 它就打造你在日本魚市場裡面吃拉麵的感覺 裡面的背景音樂放的是日本魚貨拍賣的叫賣聲 在這裡面沒有人說中文 通通都說日文 所以來這邊如果用餐 門口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很簡單的取完票 你就可以到裡面來用餐 而且這裡面做的是台灣僅有他們做的河豚拉麵 今天就讓我們來跟大家來分享 這三碗最厲害的日本拉麵 我們吃美食一定要想到誰 當然是BOBO啊對不對 為什麼吃美食要想到我 因為你看起來就很好吃 喂 因為你吃東西的畫面 它會讓人家覺得很好吃 好不好 好的 我跟你說 他們這裡有三碗很厲害的拉麵 第一個就是河豚拉麵 這裡的廚師啊 他是在日本就是處理河豚 他有執照的 在台灣你可能你沒有機會吃得到 而且人家會把這個河豚的風味 濃縮在這個台灣 但是我現在不想把說的內容都講完了 當有麵來的時候 我一個一個跟你解釋 然後你再把你一個一個感受說出來 讓觀眾知道 期待 期待 哇 啊 上菜了 雞百里湯拉麵 好可愛喔 上面還有撒那個是蔥嗎 紫陽蔥 紫陽蔥 這個是醬油拉麵 那我們平常是把Norri放在側面 那個是因為換人講完 它就軟掉了 好貼心喔 真的 真的 你先吃這個 我真的在流口水 你邊吃我邊跟你講解 因為是日本師傅在這邊 所以他把日本的這個拉麵的配方 來到台灣做一個製作 那因為他要做到飽水度 好香 做到飽水度70% 所以他必須用這個配方 所以你一定要吸 上面還有這Ikura欸 當你吸的時候 你會連同他的湯汁一起把它吸起來 好好好 做完了 好好吃喔 這雞排湯好好吃喔 你吃吃看那個肉 這肉看起來好嫩喔 我跟妳說這個肉是大有來頭的 他這麼長得像酥肥是不是啊 我跟你說千萬不能在這家店說 他的雞肉是酥肥 會不會會怎樣 他會生氣 蛤 因為這真的不是酥肥 你吃了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 他厲害在哪裡 這一個雞肉 用的是我們台灣最好的桂丁雞 他用桂丁雞去做私事熟成 這太好吃了 他把那個蛋白質分解之後 他熟成後的口感 他跟一般的酥肥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是入味的 這真的是我台灣現在吃到最好吃的 是不是 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拉麵 就光雞排湯而已喔 那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他這個麵條 他就要做到飽水 我做太硬 他沒有辦法吸 他不會吸胖 那如果我做太軟的話 那口感就太軟爛 然後也不夠好吃 所以他這個熟度是完全控制 他在煮這個麵的時候 每一個秒數都是很注重的 我們交換 交換妳吃這個 醬油拉麵 這個醬油拉麵很屌喔 他吃起來不會讓妳覺得 妳在吃醬油拉麵 妳會覺得妳是吃了一個 那我覺得我在吃什麼 吃麵 一個很清爽的 柚子 柚子香氣的乾口麵 我們吃吃看 完全沒有那種濃郁的醬油味 而且還有淡淡的柚子的清香 是不是 我跟妳說他的豬肉 他這個豬肉超厲害的 他完全不像醬油欸 他這個豬肉超厲害的 他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就真的像妳剛剛講的 完全沒有醬油那個下面很重的 那個味道的感覺 你說這個肉 對很厲害 超厲害的 這邊是薄的 一點不乾 那個肉 建議大家就是來這邊 這個肉可以直接加鹼起來 如果喜歡吃肉的朋友 對了 看這個我想問一下 那這個份量因為一般男生 我覺得可能吃一碗會不夠 他們這邊是有大碗的可以點還是說 你建議多吃幾個口味 沒有只有一個尺寸 只有一個尺寸 對 我跟妳說 麵的份量 就食物的份量 設計要設計到剛好 就是說讓你吃完一碗的時候 他其實大概在七分飽或八分飽 因為一個不夠 兩個太多才會回味 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巧思 我們壓軸要來了 厲害的 而且還主廚親自幫我們端喔 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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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他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碗河豚拉麵 一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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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五塊的河豚肉 是不是都分別為不同的部位 吃起來會有五種不同的口感 一忍 頭 頭 五頭 胸 一忍 胃 從頭到尾都有 赤龜是完全沒有毒的 台灣台東野生的赤龜河豚 是完全無毒的喔 所以放心 如果我看到影片的 如果想要體驗的 必須要來趕快來吃 趕快來 之後一定要排隊排到爆掉 這個怎麼是這個口味 我嚇到欸 怎麼是 他是魚喔 可是吃起來有點像雞肉 就雞肉跟魚肉的混血 說真的如果你們不說這個是河豚 我根本不知道我正在吃河豚 對 他的口感的確就是肉的部分 真的像雞肉 可是他有一塊是那種像QQ嫩嫩那種 就是他講的膠原蛋白那個地方 是滑嫩的 所以吃起來整體 如果不說是河豚我完全不會發生 像升級版的田雞 感謝師傅 然後讓我們吃到好吃的拉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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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第一次體驗吃河豚 因為其實在台灣真的如果吃河豚 你不是日本人做的話 就我不太敢吃 而且又把它結合我自己最愛的麵 這種樣貌呈現出來 我就覺得 是我就一定會常來 因為這是不一樣的感受 台灣河豚的產季就是 從每年的五月到六月中 所以他只有一個半月時間 那這一個半月時間 你就可以把握時效 然後來這邊吃 從六月中過了之後呢 這裡的主廚他 他會依照時節去找不同的食材 來做季節性的拉麵 所以其實你每一次來的時候 他還是有變化 他不是只是固定的菜單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期待 而且我今天吃下來我覺得 他們家的拉麵 每一碗的味道都非常濃郁 可是吃完之後都還是偏清爽 不會負擔 因為我覺得他們裡面都會添加一些 像我們這碗河豚拉麵裡面有荊棘 對 然後我們剛剛那碗雞飯湯裡面有洋蔥丁 它都會有一些解膩的元素在裡頭 對 然後醬油的裡面也有放柚子醬 然後我吃了這個河豚拉麵我覺得 蠻妙的是 我一開始本來以為它是一堆肉 其實它其實吃起來就是 真的像人家啃一般的魚頭一樣的感覺 對 因為它給你的是有魚骨 魚身 魚尾 是不同的 對 所以喜歡啃魚頭 喜歡吃這種膠質感覺的人 一定一定要來試看看 非常特別的味道 那河豚它本身是沒有細刺的 所以這樣子吃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其實就是說來這邊除了吃拉麵以外 你要感受一下他們自己很用心 在佈置這個空間 因為他們是金馬團隊 然後赤製了600萬打造著這個空間 讓你覺得你一秒馬上到日本 就在逐地於市場裡面 這個地板感覺就是那種濕濕的地板 其實不是 是乾的 然後還有水溝蓋都坐在這裡面 然後包含這個都是蒸的一些乾的魷魚 乾的一些漁獲在這上面 那當然其他都是裝飾物 其實讓你覺得你到了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一個新的體驗 新的一個感受 然後再來吃一個新的美味 是不是今天來這趟蠻值得的 超級值得 所以雖然只是個拉麵 但是也可以帶你們體驗 不一樣的一個新的感受 那今天我們就分享這一間 藤澤商行給螢幕的觀眾們 那希望你也喜歡這些食物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些美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可以訂閱也可以分享 那跟著漢道天下陪你一起拋盡天下 我們下次見